Hello 大家好 我是农民营养师 聊养生 这个山上有一种树子 树上啊 树干上啊 长满了这个赤 不知道有没有朋友认识它 它是什么树的 走 我们一起去看一看 来 朋友们 大家看啊 就是这个树了 肯定很多人都认识它 这个树就叫造假树 它这种果子呢 造假呀 可以用它来洗头 有一种洗发水啊 也是用它来制造的 大家对它的这个果呢 是比较了解的 但大家是否知道它的这个赤有什么养生作用呢 可能很多人会说呀 这个赤有啥用啊 它除了会赤手啊 我们离它 离开它还来不及呢 它还有什么用呢 其实啊 它的养生价值可不小呀 认识的人呢 把它当成宝 把它解下来后啊 煮水洗澡 对我们健康养生有帮助 今天呢 我们也剪得回家 有网友实信我说 它身上呢 长得有血 问我有没有什么植物啊 对这个有帮助 如果你看到这个视频了 你也可以找些这个造假刺啊 放在锅中 加入适量的水啊 大火把它烧开 小火啊 把它慢煮它20分钟 等这个水温啊 降到适宜的时候啊 再加一点白醋进去 就可以了 就可以了 用它来这个洗澡了 另外呢 它的经济价值也不小 在网上啊 一斤造脚刺啊 可以卖到40元 在有的地方呢 农民呢 也靠种植造脚树来这个致富 不大可以自己养生 还可以脱贫致富奔小康 你还知道这个造脚刺啊 还有哪些养生作用 可以呢 在评论区把你的经验写出来 让大家学习 关注 评论 点赞 转发 收藏 长按点赞 有我想帮 具体应用啊 请尊当地的专业人士的指导应用 我是一名生活在农村的营养师 感谢你的收看 还没有关注我的朋友呢 记得点下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